因为习近平事先知道孟晚舟被捕但川习会上没提 中国华为CFO孟晚舟被抓和川习会同日发生 引起各种猜测白宫官员透露 美国总统川普但晚出席会晤时 对孟晚舟事件并不知情 而英美引述消息指北京领导人习近平却事先得到相关报告 但在川习会晚宴上没有提广告 英国金融时报12月6日报道12月1日 中方在会晤前已经知道了孟晚舟被捕之事 但是习近平在川习会晚宴上并没有提及此事原因 是想集中精力解决中美贸易矛盾 对此时政评论员唐靖远 认为目前该消息无法获得官方证实 但若是实情也有其合理性 因为美方抓捕孟晚舟说明 以掌握华为违法的确凿证据这种情况下 北京如果向美方提及此事缺乏合适的立场 如果当场提出抗议不但于事无补 还会破坏这次向美方求和的机会 有线新闻也引述分析认为 估计事发当晚中方已经知道孟晚舟被抓消息 不过北京有一低调处理而已 中国问题专家林何利则表示 孟晚舟被捕事件反映中美已进入新冷战时代 和美苏冷战不相伯仲 不过由于习近平无法解决中美危机 在党内承受巨大压力 相信即使习近平即使知道孟晚舟被抓 仍然会优先处理中美贸易战 事后因为孟晚舟被捕打民族主义台的机会 也不大事实上孟晚舟事件 12月6日曝光 后中方的反应也确实相当克制 虽然外界舆议一再强调 此事会激怒北京给美中贸易谈判蒙上阴影 但是中方除了提出抗议 要求放人之外 尚无任何报复措施 相反 中共商务部在12月6日当天 再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川习会的成功 并承诺切实推进与美国间达成的关于农业 能源 汽车等领域的协议 还宣称中方有信心 能在90天内与美国就贸易问题达成一致 不过中方对90天谈判的重点结构性改革 依然只字不提 值得注意的是 于12月5日 相比中共商务部不但再次强调信息 还首次提及汽车领域 等于变相承认了川普此前透露的中方承诺削减 和取消美国汽车进口关税的消息 事后川普在推特转发了中共官方这次表态 并表示我同意如此看来 川普相当赞赏中方就孟晚舟事件所表现出的克制 此次美方抓捕孟晚舟 罪名是华为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并但实际上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 多年来都在海外同事网络间谍活动 替中共卸取外国情报和尖端技术 以被西方普遍视为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 Ted Cruz 6日在推特上表示 华为是蒙上一层电信公司 勃勃念杀的中共间谍机构 它的监视网络跨越全球 它的客户是诸如伊朗、叙利亚、朝鲜和古巴这样的流氓政权 使用神经理发展的叙利亚 接触预定不向 visitors 猜知空的利亚 许仁金教宣 我的性能不能有点 使用神经理发展的叙利亚 人想进行国家组合 中国有数许地通过来